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疫情在起 專家呼籲居家隔離引發擔憂 李文族遭警察以吸毒為由逼遷 北約將領三月曾訪台 台灣已取得北約數據鏈系統 一週擺脫不治之症 貿易公司代表李雲和的修煉故事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近日 中國疫情再度升溫 北京衛健委建議戴口罩 不要帶病上班上學 多名專家建議染疫者居家隔離 讓不少民眾感到擔憂 近期 中國二陽患者持續增多 不少網友曬出抗原呈陽性的照片 25日 北京衛健委發布 5月15日至21日的疫情週報 顯示全市有14種傳染病 其中COVID-19連續四週排第一 並建議戴口罩 不要帶病上班上學 多名大陸專家建議展疫者居家隔離 還有網友爆料 疫情已經大面積擴散 有二陽患者死亡 近日 中國校園也開始爆發疫情 不少高校升級防疫措施 5月24號 陝西省教育廳發布文件 將中共病毒 新冠病毒感染列為特別關注事件 深圳居民邵先生表示 回想之前疫情封控期間發生的人為災難 就感到心痛 防疫放開後疫情大爆發 感染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後遺症 還死了很多人 他老家河南農村的棺材 從3000塊錢漲到1萬多都買不到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預測 今年中國第二波疫情高峰將在6月底 屆時每週新增感染人數將達6500萬 新唐人記者熊斌陳傑採訪報導 中共當局對709案律師持續打壓 贊助在朋友家的王全璋的妻兒 近日被公安以調查吸毒為由上門逼遷 5月24號深夜至25號凌晨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廣外派出所警察 三度到北京市民也進還家中 聲稱接到舉報 說這裡有人涉嫌吸毒 25號709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在推特上這麼寫著 夜幕降臨 拳拳隔一會兒就看一看窗外 問 媽媽 今天晚上警察還來嗎? 昨夜廣外派出所警察三次要破門檢查吸毒 把我和孩子都嚇壞了 逼遷便聚眾吸毒 難道要把我們母子逼死才罷休嗎? 對此 中國人權律師團發推文說 警察再次上門逼遷 這已經是王全璋律師一家 在本月第九次被逼換住處 大概在半個月之內吧 他基本上天天地換地方 上個星期天住的那個地方 發生了一個非常的恐怖的事兒 十幾個人衝到他住的地方來 就直接開始砸 開始喊叫 把他兒子拳拳嚇壞了 就是哆嗦 大哭啊 抱著文足的腿啊 就是快走吧 快走吧 就另一次把文足嚇壞了 結果就又回到我家來了 北京市民野靜環表示 中共當局就是想把王全璋一家趕出北京 各方面的警察都來找我了 跟我說不能讓他在我家住 這個星期三晚上五個警察 在夜裡一點半 直接就把我家的門說是收到舉報 這個房子裡頭有人聚眾吸毒 就非得要進來 就是非常明確要把他們趕出北京的 什麼叫搜查證? 有大陸律師表示 警察的行為明顯違法 深圳的龐坤律師也發推文說 不讓人住 那還讓人活嗎? 居住和遷徙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 這些所謂的警察並非在執法 他們是嚴重侵害人權的迫害行為 新唐人記者陳潔 李珊珊舒燦採訪報導 有媒體爆料 北約防衛學院的校長李廷曼中將 3月底時曾低調訪台 並參訪國防大學 對此 北約防衛學院和國防大學 也都證實了這項消息 彭博社駐臺記者何貴森 24號投書網站中國項目 指出北約防衛學院校長李提曼中將 曾在3月底秘密訪台 並參訪了台灣的國防大學 文章寫道 北約防衛學院和國防大學 也都證實了這項消息 不過並未提供進一步的細節 北約組織最近與台灣的連結還不止這一項 日前有消息傳出 美國協助台灣取得北約的Link22數據鏈系統技術 提升台灣軍方指揮和通訊的效率 並且能夠與美方的系統聯網 台灣國防部也在立法院備詢時證實此事 我看到媒體報導說 美國協助我們取得北約的Link22數據鏈系統 技術的這些項目 目前的情況又是怎麼樣 有確實嗎 是的 那我們目前的在跟這個Link22 我們跟他的鏈結的部分也在合作的計畫當中 是 北約原先雖然是為了圍堵蘇聯而創立的歐洲組織 不過隨著中共不斷的擴張威脅 北約近年來也逐漸加深於亞洲地區的合作 北約秘書長石頭騰伯格今年1月才接連訪問了南韓和日本 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另外 北約專載計畫在日本設立聯絡辦事處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也預計出席在立陶宛舉行的北約領袖峰會 新唐人也在電視 林家維 李一鴻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北約汽車巨頭福特25號宣布已與電動車大廠特斯拉達成協議 自2024年初起旗下電動車車主可使用北美超過12000座特斯拉超級充電站 消息曝光後福特盤後股價文訊走秧 福特執行長法力表示 福特將中國大陸電動車廠視為主要競爭對手 而不是通用汽車或是豐田汽車 外媒報導摩根大通在本月收購美國第一共和銀行後 將裁員約1000名員工 摩根大通的裁員幅度比第一共和原先計畫的還小 在出售前第一共和原先計畫裁減25%的員工 G7期貨集團官員下週將舉行會議 審議Check GPT等生成人工智慧工具帶來的問題 彭博報導 台積電正在和德國政府洽談設廠補貼事宜 希望能爭取到最高50%的補貼比率 台積電表示 歐洲建廠還在評估中 會依據客戶需求和政府支持水準 評估建廠的可能性 新唐野菜電視整理報導 美國政府和微軟公司週三發布公告 指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攻擊了美國多個領域的關鍵基礎設施 進行間諜活動 對此 五眼聯盟也發聲譴責中共的網攻行為 微軟週三發布公告 由中共政府資助的黑客組織福特颱風 2021年中期以來 一直以關島和美國其他地方的關鍵基礎設施組織為目標 在高度隱蔽的情況下 長期保持訪問權限 幾乎完全依靠離地攻擊技術和手動登入進行間諜活動 微軟評估 福特颱風正伺機在未來的危機中 破壞美國和亞洲地區之間關鍵的通信基礎設施 據報 美國情報部門對黑客網絡攻擊關島的設施尤其警覺 因為一旦中共入侵或封鎖臺灣 關島的太平洋港口和龐大的美國空軍基地 將成為美國實施軍事反擊的枢紐 週三 美國國家安全局、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和聯邦調查局發布公告 聯合五眼聯盟盟友、澳大利亞、英國、新西蘭和加拿大的相關網絡部門 說明黑客活動的技術細節以及網絡安全團隊的應對措施 公告表示 攻擊者的主要策略、技術和程序之一 是使用內置的網絡管理工具進行離地攻擊 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克萊爾·奧尼爾表示 澳洲政府不會迴避追究中共的責任 澳洲影子網絡安全部長詹姆斯·帕特森周四推文說 如果這種事發生在美國的網絡上 那麼澳洲的關鍵基礎設施也極有可能遇到這種情況 帕特森敦促阿爾巴尼斯政府行使《馬格尼茨法》 直接制裁網絡攻擊澳洲基礎設施的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榮譽綜合報導 一週擺脫不治之政 貿易公司代表李庸和的修煉故事 歡迎回來 李庸和是一家貿易公司的代表 30多年來一直飽受病痛的折磨 從童年開始 她就一直與病魔相鬥 循麻疹 蓄膿症 偏頭痛 痛風等病症讓她很是痛苦 嘗試了很多辦法都不見效 2003年 李庸和開始修煉法輪功後 所有的病在短短一週內就消失了 李庸和說這是奇蹟 來聽聽她的故事 李庸和說飽受疾病折磨的那些痛苦歲月 整晚不睡覺的講也講不完 上小學的時候 李庸和莫名其妙地得了前麻疹 難以忍受的搔癢 抓遍全身 抓痕紅重 什麼也做不了 為了好病 什麼都做過 由於一直吃劣性藥 藥的副作用最先損傷了腸胃 那時候才十幾歲 醫生就說我賣像連80歲老爺爺都不如 成年後 披診逐漸消退 李庸和又因為鼻骨偏血呼吸困難做了手術 同時還增加了一種類似風濕一樣的不知名的疼痛 就連醫生也無法確診 說不出這種病叫什麼名 2003年5月 李庸和在公園和家人一起散步時 發現了放在長凳上的一本小冊子 名叫真正的健康之路 講的是法輪功學院修煉的故事 連現在醫院都治不好的病 練練體操就好了 這讓我無法相信 但是我沒有把小冊子扔掉 而是帶回了家 放到了書架上 這樣過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書架上的小冊子 抱著再看一次的想法 又讀了一遍 這次觸動了我的心 不管怎樣 我得試試看 在附近練功點上學習了練功動作 閱讀了李洪志大師的著作《轉法龍》一週後 李庸和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了沒有病痛的感覺 修煉不到一個星期 病就奇蹟般的都沒了 這讓我感慨 原來世上真有這樣的事情啊 光練幾個動作 看幾野書 就能治好現代醫學都治不好的病 這不就是奇蹟嗎 世上哪有這樣的奇蹟啊 修煉法輪功以後 李庸和不僅身體恢復健康 急躁易怒的偏激性格也開始有了改變 過去 經常和妻子鬧别扭 現在她能夠理解對方 心胸擴大了 夫妻關係也和諧了 我以前的所作所為完全和轉法輪相悖 完全不符合的 我意識到了身體變得越來越糟的原因 轉法輪中不也說 退一步海闊天空嗎 退一步 真的發現什麼事都不是 家人也支持她修煉法輪功 李庸和60歲生日那天 家人給她準備一份特別的蛋糕 我問怎麼會想到做這樣一個蛋糕呢 回答說 我們最先考慮的是 爸爸最喜歡的是什麼 爸爸最喜歡的是修煉 家人們就查找了很多有關修煉的寶業 查詢了法輪功的相關內容 然後構思了這個蛋糕 這仿佛是家人通過蛋糕在告訴我 修煉要更加精進 就把蛋糕放在家中好好的保存下來了 修煉獲得的智慧也在事業上反映出來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 李庸和的公司一直保持30%到40%的增長率 創業僅兩年內就償還了20億韓元的債務 我們公司的經營方針是無條件的先他後我 不管發生什麼問題 無論是對是錯 首先想到別人 然後才是自己 也不允許說謊 即使我們不能從客戶那裡拿到訂單 也要如實告知對方 也不謀取暴力 我經常強調這一點 員工們也都跟著這樣做 隨著這樣積累信任 形成了長期的貿易關係 首爾天地書店每月有一次法輪大法9天學習班 李庸和會在這裡給來學法輪功的人們放錄像 教他們練功 她說 很想把20年前自己曾感受到的喜悅分享給他人 過程中也經歷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這些年來 天梯書店裡有多處盛開了3000年才開一次的悠壇婆羅花 據說 這是轉入聖王將立人間時才開的靈異之花 顧客問我 這個悠壇婆羅花是不是威君 如果不是的話 會在哪裡開放呢 我一邊說 悠壇婆羅花在哪裡都可以綻放 可以看到有在樹上開的 有在玻璃窗上開的 在炙熱的燈泡裡也能開 發現那燈泡上也開著兩束悠壇婆羅花 當時那位顧客相當震驚 我也被震情了 修煉20年來 李庸和每天都讀轉法輪堅持練功一天不落 李庸和也希望通過修煉真善忍成為更好的人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成為好人 一般人都是為私為我的 一切都以我為中心 自信很重 希望我可以把這些想法都糾正過來 做到先他後我 不是為了我個人 而是為他人著想的話 我想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更加健康 更加和睦了 新唐人電視台韓國記者站採訪報導 南家330萬人整裝待發 長週末旅行指南須知 美國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週三在接受推特CEO馬斯克的直播採訪時 正式宣布參與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 但是在直播過程中 推特出現技術問題 服務器多次崩潰 週三晚間6點 民眾準時到來 激進了德桑蒂斯和推特執行者馬斯克的直播空間 然而直播過程並不順利 推特服務器數次崩潰 據稱當時線上擁有67萬8千人收聽 在直播恢復正常後 聽眾人數約30萬4千人 德桑蒂斯週三已向聯邦選舉委員會 提交了2024年共和黨總統參選人資格文件 德桑蒂斯被認為是共和黨內前總統川普的重要競爭對手 他的很多政治策略都與川普相似 他在週三與馬斯克的訪談中說 如果當選 將推翻拜登的政策 繼續修建邊界牆 打擊人口販賣與販毒集團 當晚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 還批評拜登在俄乌戰爭問題上對中共的態度太軟弱 在美中關係上 德桑蒂斯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 認為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他還堅決反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等協議 德桑蒂斯任佛州州長以來 在多個領域內對中共採取嚴格限制 限制州立學府和中共合作 關閉孔子學院 禁止使用與中共相關的電子設備等 以防止知識產權被盜 以及中共的滲透 保護本州安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岳綜合報導 鄭王將士紀念日長週末即將到來 不少民眾都在計劃外出度假 美國汽車協會估計 僅在南加 出行人數將達到330萬 高於疫情前的水平 一起來看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AAA預計 本週末南加州將有約330萬人 離家到50英里以外的地點度假 這比去年增加了7.7% 比疫情前的2019年高出0.4% 其中 約280萬南加居民將選擇開車出行 35.8萬人搭飛機 另有23萬人選擇搭公共汽車 火車或郵輪等 南加排名前五的旅行目的地為 拉斯維加斯 聖地雅各 聖巴巴拉 大峡谷以及棕櫚圈 而國際旅行的熱門城市則包括 歐洲的羅馬 巴黎 倫敦等都相當受歡迎 Triple A提醒 開車出遊的最佳時間是早上 或者晚上6點以後 而南加地區連接洛杉磯和聖地雅各的5號高速 將在周日下午出現擁堵高峰 為了避免突發情況延誤旅行 Triple A也建議民眾應在旅行前 檢查車胎 電池等硬件設施 準備好水 食物 應急包和救急箱 提前預定機場的停車位 並且做好返程計劃 新大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2023年來台人次目標600萬 交通部推出抽獎活動 來自台灣的消息 行政院長陳建仁 5月25日視察桃園機場第三航煞工程進度 參加交通部推出的由台灣金服器活動抽獎 並與中獎的遊客合影 今年還不到半年 5月24日桃園國際機場就迎來第200萬旅客 集中以香港人居多 韓國居次 日本第三位 今年來台旅客人次的目標為600萬人次 為了達標 交通部25日在桃園機場推出活動 國際自由行來台旅客 5月1日起可抽獎獲得新台幣5000元小北京 行政院長陳建仁還在現場體驗抽獎活動 並與中獎旅客合影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桃園機場 而且看到旁邊這個中獎率那麼高 這表示我們這個議後的加速擴大吸引 觀光客的這個方案 我們謝謝我們的交通部做得相當的成功 來台灣觀光的旅客所看到的 台灣人就是這樣的好客 我們願意分享我們的成功 還有願意分享我們對自由民主法治多元開放 這樣的普世價值的尊重 那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對比 現在已經抽了2萬份了 我們還有48萬份 所以我們歡迎全世界的觀光客來 我們這個抽獎還非常的多 如果有超過50萬份可能還會再加碼 陳建仁隨後視察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工程進度 他表示桃園機第三航廈對國門建設很重要 現在發包施工進度略有超前 他希望可以如期如值完成 大量體的建築是很不容易 所以在早期的時候發飆上都有一些困難 那還好我們行政院的吳澤成政委 繼續的督導 所以讓現在發包也好施工也好 剛才看到施工的進度已經略有超前 我們希望這個工作能夠如期如值的來完成 第三航廈它總共可以提供4500萬 比一二航廈加起來還多 所以未來三個航廈是8200萬人次 那整個建設在115年會完工 但是不是到115年才開放 它在明年底的時候 在北廊廳就可以停飛機了 在那個114年就是主航廈旁邊 也可以開始停飛機 到這個115年南航廈停飛機 就整個三航廈就完成 黃光才表示第三航廈是依照航線分配使用 如果未來有8200萬人次的容量 有很大一部分是北美轉機東南亞航線 所以現在的規劃是把所有北美和東南亞航線集中在此 讓第三航廈容納最大的轉機量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3年5月26日 公開聲明三推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1352萬4352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4022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紅石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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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